我们的普通话里 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外来语 除了百年前从日本传来的那些和制汉语外 还有不少古代外来语的痕迹 比如爷这个字最初是先辈语 我们你们的门来自蒙古语 挺好的挺是蛮语 那么你知道古人是怎样学外语的吗 先秦时期中原周围有一些不讲华语的人 这就需要等外语的人来搞翻译了 在周里里 这些翻译人员统一叫做蛇人 听起来地位不高吧 不过相比管狗的叫犬人 管猪的叫屎人好多了 只比管牛的叫牛人逊一点 蛇人用途其实也不多 因为那时候外面的人要跟中原人打交道 还是得主动学华语 像洛阳城周边的容人 不仅熟悉周里 还能把诗经背得溜溜的 南方楚国人的话跟华语大同小异 所以去原的诗虽然有些词比较怪 中原人大体还能懂 不过孟子就搞地狱骑士 说他们是鸟鱼 到了更南边的越国就大不一样了 话不翻译听起来简直就是火星雨 不幸您感受一下 春秋早期的这首《月人歌》 烂溪变草烂 雨昌户 则雨昌舟舟 舟烟呼情须 须曼雨呼招 缠情 于盛提随和胡 解码一下画风就正常了 这是我国第一首翻译诗歌 当时的绝乐书还有这样的句子 《方舟航买一尘》 看着像不像外星飞船降临的预言 之后 随着中国版图的扩大 这些难解的语言都渐渐消失了 先行文献中 只有几十个外来词 到了汉代和匈奴实战师和时期 汉语也引进了一百多个匈奴词汇 像 蝉鱼 骑脸什么的 汉堂之后 一直到近代 中国人对外语持续的兴趣 旨在于佛教使用的范语 流风所及 连大人物也会说一两句范语 比如东晋时期 和元帝司马瑞 共天下的王岛 经常跟胡增周旋 说两句范语 蓝蛇蓝蛇 意思就是 开心啊开心 以此笼络人心 后来的谢灵韵 范语学的比王岛好 还流传下了一篇文章 谈学外语的心得 总结起来嘛 就是一句话 好难啊 所以 当时中国人学范语 只是赶个时髦 认真的没几个 就闹了不少笑话 比如我们的中原节 又叫云兰盆节 云兰盆是音译 意思就是上下颠倒 是印度人认为的 一种受苦状态 不过外语不学好的 中国人可不管 最后真的整出一个盆子来 超度亡灵 真正称得上外语 绝佳的中国人 大概只有南朝的法显 唐太的玄奘 等少数几人了 玄奘在长安 带了一大帮外语人才 不过 别看西游记里 唐太宗 御帝御帝 叫的亲热 其实当时佛道 斗争激烈 翻译是一场 重大政治工程 不容有误 比如皇帝想搞文化输出 让玄奘把老子道德经 翻译成梵语 传到印度去 结果佛道两拨人 在第一个字 道怎么翻译问题上 就吵得不可开交 最终没能译成 唐宋以后 人们对翻译佛经的兴趣 越来越低 持续影响汉语的梵语 也建成绝学了 直到二十世纪 人们对学外语 都没什么特别的兴致 古代政府 不仅禁止教外国人汉语 也不鼓励 国人 学外语 只开设了一些 专门翻译机构 但他们在读书人心目中 声望很低 这种现象 一直到1905年 废出科学后 学外语 才变成正经事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梨视频 动力式栏目 零视频客户端 全新上线